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扫了月费 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那我们来看看高端战事好了 疫苗的事情让大家心灵 坚哥打了疫苗了吗 没有 我还没打 我要最后一位 我已经讲过 我们从证者应该最后一位 可是高端现在有今天到期的一批 然后月底又要到期两批 要不要帮忙消化一下 不考虑 我明年大概明年三四月 可以打第一剂了吧 等大家都打了我就打 现在疫苗有点过剩了 有过剩了 帮党内省一点高端的疫苗 因为高端战事现在重打 如果出事怎么办 高端我一开始就不愿意 我有我对高端的一些看法 我们的性命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陈时中他自己说 被问到说那负不负责 如果出了问题打两剂 是不叫混打叫重打的话 四季打到身上去 四季如春还是四季战事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会不会有身体的负担 打了不好怎么办 陈时中直接回答说 他没有办法负责任 如果到时候要怎么样的话 可以救济 搞不好有赔钱的机会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柯文哲其实赞美了 是另外一位民进党的议员 叫洪建毅 他说你们有满满的台湾价值 先听听看这段咨询内容 所以我们打这些高端的怎么样 是怎么样 你们有满满的台湾价值 我觉得我们两个还不错 理念相合 我们理念相同 但是我打高端 你又没有打高端 没有啦 我知道你是有为难 但是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你还是为党牺牲 就算了 哇 我有这么崇高的一个声望 就是说我为党牺牲 最起码你没有去偷打BNT 偷打BNT战 你这还是气费 我跟你说 你这也是 没有 我这种人我反正不要配 那你要不要公开的称赞我一下 对啊 至少你比蔡丁贵好多的 蔡丁贵那我就瞧不起了 这个讨赞美还是尴尬尴尬 大家有没有觉得尴尬尴尬 其实柯P在好像在赞美 他不是也在酸他吗 满满的台湾价值有气费 所以今天其实会让民进党人 或者打高端的朋友 会这么的为难 不就是因为你政府 当时实验没有做完吗 不就是你EUA 没有办法得到国际的认同吗 那现在让党内的同志 这么的辛苦 这么的为难 那我们看到台湾 大家刚刚讲到蔡丁贵了 台独大佬 他在美国打过辉瑞 勇敢的台湾人 要去参加国产疫苗三期实验 大力的鼓吹 高端好高端妙 结果自己打辉瑞 那习近平请动武把 台独阵营在等着你呢 这是蔡丁贵的发文 像这样的发文呢 他自己打的是别的疫苗的时候 给人家洗不掉的概念 所以被笑了 还被磕批笑了 那但是77万的爱国守备 蓝寿香菇 所谓蓝寿香菇 就是说难受 现在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其实大部分 当然除了一部分是工作需要 必须要紧急打疫苗 当时只有高端 可以打的朋友以外 很多都是民党坚实的支持者 就好像这个 有台湾假日这些 有气魄的朋友 可是这个时候 感觉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人家问 那卫福部怎么办 那大家该怎么做才对呢 能够保证我们大家的安全吗 大家有口难言 好像听听看部长怎么回答 你要不要确捷说 不要紧 高端打两剂呢 再补两剂出国 出问题 我陈时中负责 我没有办法负责 但是我们的有 我们有法律 国家有法律 他有要害救济 找要害救济 你都没事情 这是国家的法律 这是国家的法律 存在在这里 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政策 我们政策官都负政治的责任 这我是讲讲 我们都负政治的责任 我都有点听不太懂中文了 所以你的政治责任是什么 如果你告诉民众说 我给你EUA是政府把关跟审查 就要代表跟你EUA是已经经过 科学的验证资料 我保证他安全 让民众打 可是你现在给大家民众打完之后 你却说 现在有政治责任 我要负的时候可以负 那政治责任是你说了算 有负财 想负财负 不想负就不想负 是这样吗 比方好几位医生 前台大感染科的医师 连士B 或者是阳明胸腔科的医师 书一峰都说 其实如果高端这样混打 接下来两剂 这样四剂打下来 担心心肌炎的几率会提高 那么心肌炎在一些数据上 国际上到现在 心肌炎的比率提高的方式 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疫苗 可是他们认为 其实的确比较危险的 那么所以现在高端 有一批今天过期 还有两批月底就要过期 虽然他们自动讲言什么 从六个月到九个月 但是就是要过期了 那又要浪费了吗 要丢掉了吗 结果陈时中部长说 有18位打过高端民众的人 还是愿意来打 还是有人相信 那加打国际疫苗打 莫德纳最多 还是有人要来打高端 相信高端的价值 我们再看看当时 跟大家宣布 高端有多好 有益健康吗 然后还说 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陈建仁前副总统 他大家都问奇怪 当他 当大家发现没有办法出国 各种问题行不得也的时候 那出了各种状况的时候 那问陈建仁前副总统 到哪去了呢 他的专业良心知识 怎么没有站出来讲话 大家一直在呼唤他 就发现他出国了 他去了其他好多国家 印尼 帛琉 纽西兰 不这个是同意的国家 去了其他国家去宣扬国威 但是因为他有外交泡泡 刚开始就问说 立塔丸 波兰 但他问说 那他到底打了什么疫苗 最后查证才知道 原来他打的真的是 后来追加高端 虽然一开始打的是安慰剂 但打了高端出国去 他是高官 他可以还有外交泡泡 一般民众 而目前宣布印尼 帛琉 纽西兰是确认 应该还是可以出国去的 但是贝里斯 现在据说是个问号 还没有确定到底行不行 据说是能够公布 同意的时程 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这是官方的说法 所以高端混打 加打 还是白打吗 所以大家民众就会很多 网路上在质疑我白白打了 是不是一种诈骗集团的 诈骗队的行为呢 这个国家哪一个不是诈骗集团 我一直觉得民进党 整个都是由诈骗集团组成 因为每天都在胡说八道 你会有注意到 陈时中现在已经发明一个横等式 我负责等于我不负责 我不负责等于我负责 这讲起来讲一讲去都一样 有没有那个布置 基本上都一样 没有差 因为你看嘛 3加11的时候他说我负责 结果到最后就是 我没有责任 我要负什么责 现在他告诉你我不负责 然后他只负政治责任 不是一样吗 其实也等于他负责 实际上所有东西就是他不负责 到最后的答案就是这样子 你讲那个什么鬼话 你是防疫中心指揮官 你下的指令告诉大家说 前面两级打高端的 如果要出国 就直接去打第三级 第四级 这是你下的指令 然后你再告诉人家说 会有什么效果 会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有副作用 我不知道 无法预估 然后如果人家问你要报负责 我没办法负责 国家和法律 国家有什么法律 现在国家法律你定了你知道吗 所有的法律都你在定 因为你现在防疫期间的关系 所以你的命令大于一切法律 不然的话你现在 怎么可以下这个指令 不是吗 你到底搞不搞得清楚 你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 在我看后颜无耻到一个极限 才能够讲出这种话 你叫人家去打 然后发生什么事 我不负责 反正有要害指令 那你说要害救济到现在 总共只有三个案子成立 然后死亡案子一个都没审 这就是现实 因为他很忙 他们到现在总共只审了22个案子而已 6000多件你只审了22个 那等到你审的时候 搞不好有些案子 你们根本直接剔除 审都不想审 1000多件吧 说疫苗吗 就是没有 那你讲的是死亡的 我讲的是所有的要害 伤害 因为有一些可能是不舒服 其他的反应 6000多件 他们到现在只审了22件 然后死亡的案例一个都没审 这才是现实 你们根本就不想审 你们根本就在推 所以要害救济 根本就是骗人的东西 所以陈宗从头到尾就在骗骗骗 但是我非常不同意 柯P刚刚的一句话 柯P刚刚说宏建义这种打高端 叫有Guts 有勇气 对不对 你不觉得是酸吗 错 我跟你讲 其实他们像宏建义 我比较不知道 他也许只是单纯的韭菜 认为自己很光荣 打了高端 所以跟勇气无关 那高嘉瑜为什么要打呢 高嘉瑜是因为他台湾价值不足 他在打台湾价值加强针 他在补充自己的台湾价值 那真正有气魄是要像坚哥这种 你们伯就是不打 就是这样 其实你看 你不要看 坚哥不打高端被人家骂了半死 因为他没有台湾价值 可是他还是不打 这种才叫有气魄 那种人云亦云的 或是为了他被骂去打的 那哪有什么气魄 而且我跟妳讲 宏建义的咨询前一段更好笑 他说他说柯P你这样 你这样讲法的话 难道这77万人都是白老鼠吗 其实我跟你讲 柯P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告诉你 你们这77万不是白老鼠 你们连白老鼠都不如 白老鼠至少有科学数据 还有钱 人家有钱 而且白老鼠 我跟你讲 人家有追踪 你抗体增加多少 减少多少 有什么副作用都有追踪 请问一下你们这77万人谁在追踪 没有半个人追踪 所以你们是 见到连白老鼠都不如的人 国家是这样对待你们 不是我 是国家这样对待你们的 你们还觉得自己很光荣 丢死人了 坚哥被cue到 我先问一下坚哥好不好 你真的觉得他是 我看洪建议议员还蛮开心的 觉得他称赞我一下 可是你不觉得柯P在酸他吗 那您不坚持不打高端 难道柯P还要来赞美你吗 不 我事实上洪建议对他质询 很多更实质层面的事物 那柯P都含魂带过 其实洪建议整场的质询非常好 这个只是里面的一个小插曲 那意外的大家互相幽默一下 那事实上对高端我还是那个期许 就是说我们都支持国产疫苗 但是要照报来 也就是照国际定的程序 你要做完完整的三期实验 而且我们的疫苗政策 应该多管齐下 除了扶植我们自己国产疫苗 我们还要采购国际疫苗 以及接受国际疫苗的授权代工制造 应该是要多管齐下 在这个部分蔡总统后来有出面 你看从五六月份 蔡总统出面后 整个扭转了疫苗的政策 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么多 国际疫苗的输入 原因就在于此 先前卫福部在疫苗 不是因为郭董买了BNT吗 除了BNT以外 我们国内也加速购买了 你看也有那么多莫德纳跟AZ 先前购买的也都进来了 那国际也很多声援的疫苗 那BNT蔡总统也接受了 慈祭台积电跟国台银行的好利 还有各国的捐赠 这些部分 我觉得当时蔡总统 在适当的时期有做了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这一个部分行政院必须负责 那在这一个部分 当然这些记录都封存 以后大家都可以来论断这个是跟非 所以我对高端 还是这个期许 就是说你要按照步骤 做完三期的完整事业 事实上他从二期做完之后 通过EUA以后到现在 这两三个月当中 他已经着手在巴拉圭做了 那做了就赶快做 继续做 做到完成才对 我认为疫苗的争议应该到此为止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国际疫苗进来 不是因为也没有人打 送也送不出去 过期也过期 的确得到此为止 不然怎么办 不过高端事实上造成的一些争议 其实事后应该要被追究的 检讨责任对不对 但是他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很正面的 当时我们在欠缺疫苗的时候 因为高端 他毕竟他有相当的学理依据 也用了免疫桥接 比方说打了以后 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的认证 可是至少当时在疫情高涨的时候 大家做一个自我防护 我们都怀疑为什么现在进不来 难道是为了高端 那现在不就是因为这样了吗 那议员您本身坚哥没有打高端 压力真的很大 有很多人来跟你说 他怎么没打 那没台湾价值 台湾价值不高 有这种压力吗 对 是有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从政 就当整个社会在欠缺疫苗的时候 尤其国际疫苗还欠缺的时候 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最后一个打 当每一个国民都打到了 因为我们从政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 说要为社会服务 所以我期许我自己 我要最后一个打 没有啦 其实疫苗如果数量够的话 应该大家都可以打得到 现在数量已经这样 现在国际疫苗来还是不够 还是继续在排队当中 很充足 其实坚哥我相信他压力也很大 可是坚哥也讲了良心话 该检讨 本来就要检讨 尊贵 尊贵没分 那现在好像没事一样 其实本来你为什么让我们纳税钱 这样浪费掉了 衣卫的过程是不是太快 太草率了 本来好好培植我们国产疫苗 多好 让我们台湾真的有竞争力 那现在搞得好像反而厂商跟似不像了 其实这个例子似曾相似 我们这个台湾 台湾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绩 就是我们是喜胜王国 大家可能都忘了 喜胜王国我们喜胜率非常的高 早年跟一件事情有关系 就是绿营的地下电台都是卖药 一边卖药赚你钱 一边什么洗你脑再顺便洗你肾 你有没有看到 也是同样的一个框架 今天我告诉大家 我觉得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77万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一半逼不得已打高端 因为他的公司开出来条件就是 你不打疫苗没有工作 我就接到很多这种成型 然后他被逼得打高端 打了以后结果发现白打 我像今天蔡英文你怎么面对这些 被你逼到去打高端 你表面上给他有选择权 但他因为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生活活不下去 逼着打高端 这一种人 第二种我觉得更可恶 是相信你的人 就是他一些民进党知识的人 我今天看到总统都卷起袖子 啪啪两针打下去 前仆后继 我就相信蔡英文 今天我相信你的结果是什么 我相信结果就是白打 我告诉大家白打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最怕的不是白打 而是你打了两级高端之后 你跑去再打别的时候 万一 万一产生的作用是什么 我等你赔款 对 等你赔款 我跟他到现在回来你去调 谁要把这个赔款 所有不良反应 我不管高端说任何的疫苗 不良反应 政府有在负责吗 都是倒霉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在负责的 那些开的那些会议 林静怡对不对 九次八次不去 都是这种敷衍的态度在面对这些 可能不良反应的一个状况 那我就要回头讲 那今天如果 我相信你打了两剂高端 我后面不打那两剂国际疫苗 打了初四 我发生了身体的状况 甚至不幸夺走了性命的时候 我请问你政府要不负责 他已经说不负责了 答对 他已经告诉你不负责 就跟你讲不负责 问题是 那我说真的 你跟诈骗集团有什么差别呢 你不要跟我讲 里面真的就一群人是相信蔡英文总统 你记不记得第一个打高端 第一例死亡的 一个评论者评论家 他脸书上就 他为什么打高端 就相信蔡英文 那到现在我只问 最后结果是什么 有查出来吗 有没有给他赔偿 没有吧 没有后续了吧 可是这一个你说打高端 他第一个打高端 他相信 他还没有因此是 那时候验证是所谓白打 可是现在被验证白打之后 再重新补两剂的时候 出了事情 我跟你讲 今天政府就单起来 陈时中有本事说 只要后面不打出了事情 你就单 因为原因在你 你今天陈时中也好 蔡英文也好 你不要一直是盆莫高端 这些人会不会去打高端吗 或者至少我跟你讲 我公开呼吁蔡英文做一件事情 你高端都站出来 先示范打高端 请你示范重打 你第一个站出来示范重打 不要叫民众去示范 你蔡英文先打两剂重打之后 保证头好壮壮 对不对 总统继续高枕无忧的当 示范你的健康 我怕这样变六剂会太多 我也担心打的不是四剂 但是我没有证据 没有关系 但是没有关系 我当你就是真的打两剂高端 你补打两剂给我看 你不要用那个外交泡泡 一样陈建成回来 补打两剂给大家看 那你补打两剂 你再跟我讲说 叫大家安心去补打那两剂 否则说真的 你真的很对不起你的支持者 你知道吗 强哥讲到喊话蔡英文总统了 那蔡英文总统有对这件事情 谈话过吗 没有谈 只有陈思忠说美国怪怪的而已 这个标准的问题